詞彰當als 第幾間 broken 文章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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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XP 那再來這個就是就是爬蟲的核心啦 就我們怎麼分析呢 你看上面有一個INDEX66嘛 看不到嘛 那大一點 INDEX66 對 對 那66是代表什麼 代表說他這是第66個頁面 他總共有從第一個開始到第66個頁面 如果他 他一個頁面裡面有好幾個 好幾個文章 好幾筆的文章 就像這樣 這麼多的文章 那他只要滿了 他就會跳下一頁 最新的話就會 最新的頁面就會在 越大的數字 那個數字就會越大 那這個就是我分析的結果 就是 你看上一頁的話 那個數字都會變 下一頁數字也會變 好 我要開始飆車了 那再來要介紹最重要的部分 是我們整個系統的核心 可以說這是他的大腦 是Elective Search的部分 開始時間不夠 那Elective Search它是一個open source的資料搜尋引擎 然後像維基 我們大家知道維基百地亞 還有GitHub 甚至StackOverflow 背後的搜尋機制都是用它做到的 然後它最特別的地方在於說 它支援Restful API 然後Json 還有樹狀結構 我們一般跟資料庫溝通 都是用Suckit的嘛 或者人家會幫你寫好Driver 但是它不一樣 它直接給你Restful API 你直接用HTTP跟它溝通 所以有時候你偷懶的話 你可以直接把 它的Restful API 拿去給你前端 AngularJS去用 什麼程度都不用寫 資料庫告訴你說它有Restful API了 那還有最特別的地方 還有一個地方在於說 你可以直接把Json的資料餵給它吃 我們以前寫資料庫就是說 我們要寫好一段語法 跟它說什麼欄位是什麼東西 現在不用 你把Json丟給它就好了 所以說像我們在寫Facebook的爬充的時候 我們就是爬充 爬資料下來 整份直接丟進去 我管它裡面有什麼 丟進去就好了 那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一般的資料庫是存單層的資料 你只能存一層東西 可是像這邊顯示Json的東西 它其實像我 我這個人下面我的名字是誰 什麼什麼 我的年紀可能是18歲 可是我們在資料庫一般的RDPNS裡面 要存這種資料 你要做正規化 你要做關聯 很麻煩 我有點懶 那你在Effective Search 你不用處理這些問題 像我們前面的 你把這份Json丟進去 它內建的做法就是多層次的架構了 它內建的東西就是樹狀的結構 好 那再來就是它可以支援全文檢索 它可以全文檢索 做全文搜索的功能 而且效果很好 因為讓大家都知道 維基百科它的有 有中文 有英文 各國語言都有 但它的搜尋速度其實很快 不像Facebook那麼慢 這背後就是Electric Search的功勞 那還有它支援中文的搜尋 很多工具其實是不支援中文的 那如果你希望做中文搜尋 你可以上去Tips那邊 搜尋這個關鍵字 這是它中文搜尋的一個外掛 那再來 如果你希望用Python 來寫Electric Search的服務 除了用HTTP溝通以外 你也可以用這個 PyElectric Search 這是人家寫的一個外掛 好 那我們講一下未來的計畫 很快 我們要過濾無關的資料 因為如果你現在上去的話 你會發現你搜尋會計學 會出現什麼會計學課本 收經濟學會出現經濟學課本 一些無關的資料 我們希望可以做一個智慧的過濾層 把這些資料過濾掉 那再來我們要做資料分析的功能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把這些資料做格式化 做分析 然後直接告訴同學說 欸 你要修會計學嗎 哪一堂會計學比較好 那如果你想要比較閒的會計學 他也會跟你說 欸 哪堂會計學可能比較閒 我們要做一個 算一個挑戰吧 來做一個分析的技術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擴大資料來源 目前資料來源 只有Facebook跟PTT的資料 我們之後會把台大 10大的資料也融入進去 好 那大家如果想玩玩看這個系統的話 可以打這個網址 Course.ntustsg.com 那或者是直接搜尋這個QR Code也OK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